搞定了 废话不说太多 我们写代码看到 当代码实现的时候 很多东西有可能会蒙的 最近的 因为这里可能稍微难一点 难理解一点 因为涉及的只等着而落去的 讲的 讲我们这个对象啊 多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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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什么呀 内存管理 什么意思啊 而且我说过 这个东西不要过去了 不要过去了 来 下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创建到我们今天 刚刚只是讲理论了啊 理论知识不清楚了吧 这个代码根本看不懂 先往下看 现在呢 我来模拟这个情景 什么情景 看到 假设我就模拟刚刚的情景嘛 刚刚的情景啊 就那个书吧 我就不那个Q书堂了 就输了 比如说我们是有个等的 或者先来一位书 我们先来一位书对象呢 来个不考 看到 来个不考 不可能每一本书这样子 每一本书呢 它就有个书本的价格吧 书本价格的问题啊 是不是可以来个印象 P R I C price 这本书是不是有个价格的属性呢 是不是意思啊 书名我就不给了啊 就价格吧 好吧 价格 写完 写完就写完 接下来我们是应该搞什么呢 是搞个人呢 是不是来个破诊呢 破诊加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是写个破诊呢 对 现在呢 由于我们设计的内存管理 既然设计的内存管理 这样子啊 我这个东西啊 我就不用properly了 为什么 因为用properly 它会屏蔽一些内存管理细节 后面再说 好吧 我们还是先学我以前了 以前怎么想 这首先书本要有个价格 怎么写啊 是解个英特下法线 Price啊 下方法怎么写 还会吧 还会吧 来个下什么 P R I C price 是来个末号 结成一个英特类型的 price 编定了 接下来是来个什么 来个英特返回我们这个price啊 所以呢 这个方法 这样想 你想来到我们点误会怎么做 是不是直接 实现了 比如说 我们是来个set price啊 或者付这个 付这个下午线 Price 等于叫到 Price啊 对不对 接下来我再干 是不是要用我们price方法 price方法怎么做 是直接返回我们下午线 Price啊 简单吧 接下来我再干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人呢 是不是想拥有一本书 你想拥有一本书是应该用组合关系 所以我们每个人类部是应该拥有书这个成绩命 是不是啊 所以你想是首先都在 import 谁呀 import book.h 接下来我们是应该写个book 对 写个book 看着 写个book 新对面上book 新下方线 book 写完之后 那按照我们以前想法是直接来个set方法 对不对啊 看着怎么讲啊 来 我们是来个set bokbookbook 写什么呢 是不是写个book啊 对 本错 不可信 不可信之后 是不是来个bokbook 写完了 对吧 接下来是还有一个get方法 怎么想是来个book 又是book 新呢 这也是直接写个book 好吧 那这个方法就无论多说 实现一下看哪边的事情 之前我们是怎么实现 直接复制的 直接复制 我跟你说 之前直接复制是很大的内情系统 所以今天开始 我们要更改 学内情观点 我们写代表写言语的 对吧 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们是直接把外面传议的这本书 直接复制给我们成为别人 这样 但是按照我刚刚说吧 你想设置一本新书 你想拥有一本新书 应该对书做什么好作 Return 是加一操作 而且当你不想到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 你是应该对这本书做一次 release 还记得这个原则吗 好 顺着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表该怎么解 来 来到我们的点 我们现在模拟一下我们的场景 首先 我们是来个什么呢 首先是来个破坏 当然不可事也搞定来 来个不可连续 随便想 先再看 首先 我们这个人啊 想用书 你是应该首先创立一本书啊 先来什么 来个不可 不可 写个不可 不叫不可 写个B吧 写个B 接下来是来个不可 Alofa 再来什么呢 一定头 对不对 基本上再看 其实如果你对这个内情观点很敏感了 你一看到Alofa 你有什么冲动呢 你就有个写人没死冲动 为什么 因为你 如果你记录原则 你真的有这个冲动 什么原则 我说过 只要有Alofa 必须有 Race 听到没有 这个才叫你掌握那种管理 你没有这个冲动 说明你还没掌握 听懂吗 所以你现在一看到Alofa 你马上想用Race 说明你掌握那种管理 这样怎么 有这个Alofa 是必须做一次什么的动作 Race 是必须在书用完之后 中间用完之后 做一次Race 有Alofa 必有Race 有始有动嘛 你负责创立那项 你是必须负责活跃的那项 所以 这几样代码在我们内存什么表现 我先画图 你等一下涉及到我们内存分析吗 所以最好画图可能 我就不画不画这个太复杂了吧 不搞太复杂 不搞太复杂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首先内存中是不是肯定有个什么对象 是不是有个不可的样啊 有个不可的样 BOK不可 是我们的不可的样啊 而且不可的样 波音创立出来 寄出去是不是肯定是一样 而且我们现在不可的样 是不是交给我们这个笔这个指的去指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在内存中是这么一个表现图的 议题呢 现在呢 看到啊 把它 扩过来 再把它放在里 再把它关掉 然后再把它缩一缩 缩一缩 缩一缩 看到啊 不可对象 我们知道 现在不可对象 是不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指针呢 是有我们B这个指针指向了我们什么模样 B这个B指向了我们内存中的这么一个对象啊 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 既然我们这个B啊 是不是指向一个刚好创建好的对象啊 所以刚好创建对象技术技是多少 是一啊 而且 你讲一下 现在是只有一根线在用它 是只有一根线 说明是只有一个人在用这本书 这个 而且你发现没有 当我们这个B不想使用这个对象的时候是做出Racer 是很负责 是 所以变成B不想用这个对象是直接做出Racer 一旦做出Racer是意味着技术技 减为0了 是代表它不能用 是代表我这个B不想用了 记得懂了吗 这才要负责 这样我来看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负责一个做法 直接看啊 直接看 这样我来看 现在我就设计 设计的关系啊 再稍微复杂一点 能复杂 来个Potent 来个P吧 P吧 P 换拿 来个Potent Potent 来个什么 老老口 老老口在谁吗 是不是写个inita 所以呢 说内存中是不是肯定有个什么对象啊 是不是有一个Potent对象啊 这里我不写太复杂 写个Potent对象 我们主要关注谁呢 不可 我们主要关注不可 先不要搞亂了 没有吗 主要关注不可啊 OK 当然这个PE都要你想一下 结果Potent对象现在是不是有谁指向的啊 是有我们的PE啊 现在我们主要关注那个不可啊 PE也稍微写一下就行了 现在PE是不是指向了我们内存中的这个Potent对象啊 而且Potent对象 摩登记出去都是啥 是一样 而且当我们PE 不想到在使用这个对象的时候是应该做什么的呢 Racer 所以在最后面是应该做一个PE 对 做一个PE Racer 一旦写个Racer是代表我们PE会对这个对象做一次解移啊 变成0的 是一样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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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代码 我们先忽略 先忽略啊 先往下看 先往下看 现在呢 我是不是想设置这个人有一本书啊 怎么设置啊 我们的人是不是有个什么方法 是不是有个set方法 可能有个方法 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再点击什么地方 再点击我们中间 中间啊 中间这里 是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啊 把它点文件搞定了 看啊 把我们的点试文件吧 Potent点试 你看 我们Potent里面是有个setbook 可以帮助我们把一本书传论设置为我们内部的书啊 所以这个人 他是想占用这么说 对 而且我们知道 人内部是有个下号圈部可 是不是 那人内部有个下号圈部跟那里讲的 其实我们人内部里面的是不是有个什么玩意儿 对 没错 人内部现在搞复杂一点啊 人内部是有个下号圈部可 能听懂这句话吗 直接往下看 往下看啊 现在呢 我们P1啊 怎么设置出 这个P1 我现在不 先不用点语法 先不用点语法 怎么做 现在P1啊 现在我们P1 这很重要 P1啊 现在P1是想 占用 B 这本书啊 怎么呢 是不是来个什么 P1 setbook 把B传计 把这个B一传计是传给了我们下号圈部可 怎么验证呢 所以在这里点击 我们点译我见了 一旦叫setbook是来到我们这个方法 你是把B这本书一传 传给了我们下号圈部可 是不是 有的意味着我们这Person里面下号圈部可 指向谁 是指向这本书啊 是意思啊 但你看 现在是有两个家伙在用这本书啊 那技术起来是1 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从内神管理角度上看不合理 听懂了吗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想一下 为什么不合理呢 加油 听懂 加油啊 我把这个释放操作放到这里 能听懂这句话吗 我把这个释放操作放这里什么意思啊 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人呐 占有这本书之后呢 是对这本书做成rease 是不是我们这个变量B对这个书做成rease 那一变rease变多少 是变0呢 变0两样 既然我们这个变量B不想使用对象 是意味着这根线他不想要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是做一次轻松操作 轻松操作 那请问一下 但是想一下 是意味着他这里是这个人现在不在了 对不对啊 但是想一下 这根线是白在 这根线是白在 为什么呢 我还想用它 我说还想用它 那怎么办 知道怎么办吗 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吗 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我刚才说的原则 什么原则 你想用这个东西就应该对这个东西做一次什么 对没错 这样就非常严谨 苹果这个内容真的做得非常好 非常严谨 当你这个对那时候很熟的 你会对这个苹果的这个内容 就是服服帖帖的 为什么他做太好的内容 太严谨了 不过你现在可能感受不到 不知道好像说啥是吧 你这事好在哪里啊 根本感受不到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应该怎么办 看我怎么办 我们应该这样敢 我们应该怎么办 看我怎么办 我刚说到 我们现在这个人是想这样这么说 你想占有他 应该做这种动作 而且你想一下 我们想对他做这种动作 我们是应该把这种动作 风一装弄 我们里面去 不应该暴露给外界看了 没必要 这怎么办 你把一本新书传进来 我是应该对新书做什么的 对 没错 做一次是吞 而且我说过 吞是返回对象本身的 所以这句代码能否理解 是把你新书做一次是吞 并且复制给我们下单不可 对 所以讲 所以这一句代码之后 我们对象的基数计是加一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所以对象基数计 所以你讲个 事项变多少 是变二 是一个 那你讲一下 也就意味着 你这句代码做一次rease之后呢 听说 接下来我们执行这行 接下来我们执行这行 那么转一讲 代表 给我们这个B 指向对象做一次rease 他因rease变多少 是 是变一 变一 而且你讲个 既然变量B 对他做一次rease 是意味着变量B 不想用他 既然不想用他 一般来说 我们就可能会做一次轻轻合作 所以呢 所以这根线是不是已经 不在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阳现在还能不能用啊 是能用啊 为什么 因为当初我告诉这门说 我想用你啊 我是加一 是因为这个1 他会为我为我们这个效能不可保留 所以呢 所以想讲 只要你均实的原则 就能保证 你想用他 就能用他 能听懂这句话吗 就要 就往这看 那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非常严谨呢 是不是 我们这个B 想用这对象 我们这个效能 想用这对象 是互不相干的 你想用他 你就加一做个标记 你不想用他 你的简易去掉那个标记 所以呢 非常严谨 做非常严谨 这样我来看 但是 我们这里 还是有那情细弱 为什么有那情细弱 看到 怎么验证有没有那情细弱 是看一下 我们对象有没有调调调调 所以呢 看到 看不懂东西 首先Person里面 我们是应该重写这样的方法 调调调调调调调 而且重写 我说一定要用什么 Super调调调 而且在最前面是做一些事情的 比如说啊 这个是谁被回收 是Person对象了 Person对象 为什么呢 是Person对象被回收 先掌握着思想啊 现在是养思养的 那这个方法 你想看 我现在拷贝也放到我们不可的实现里面去啊 这里 这个方法能不能收吗 那不可被回收 这一头 这样看到 就往下看啊 先把它去掉 去掉这边看啊 现在呢 看上去我们代码是非常合理啊 怎么合理啊 有Alloc 是不是有Rease啊 有Alloc 是不是有Rease啊 对不对 看起来很合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我们应该去 只有谁被回收了 只有谁被回收了 Person 为什么 知道错到哪里吗 知道错到哪里吗 你这个人 要用SET方法 设置这本书的时候 做一次Rotun操作啊 我说过 有Rotun必须有什么 Rease 什么时候做Rease 是当你不想用这本书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想用这本书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你换了新书 当你换一本新书 你是应该对旧书做是Rease啊 第二种情况 人死掉了 人都挂掉了 人都挂掉了 是佑德 他当初用了这本书 不想用了 对不对 说人挂掉了 是应该对书做是Rease啊 那知道哪里写Rease吗 哪里写 是这里写一个什么 是人哪 这个人哪 Develop的时候啊 做什么能做啊 下法线 不可 做什么 Rease 是对我们这样的书做是Rease啊 听懂意思吗 是不是符合我们内心管理原则 什么意思吗 overturn就必须有Rease 什么时候Rease 什么时候Rease 是当你不想用的时候 甚至不想用的时候 听懂吗 说这么喜欢 严谨的 严谨的 看到书背后知道吗 看到书背后知道吗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做到 能做到这个回收 现在两个对象是都能不能回收 这个 如果听不懂 你认识那里看到啊 接下来我再分析一下 这个内情能表示的 能表示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呢 为什么我说的非常好呢 首先呢 把这头东西啊 先去掉 去掉之后呢 再拖过来 拖过来就会呢 再把这头东西啊 拿过来 嗯 翻过来 翻过来 先这样写吧 好吧 这样写 这样写 那我们先一行一样分析 不着急就不着急啊 一定要掌握这个原理啊 当我们啊 听听说啊 当我们在干什么这样 当我们啊 执行完这一行代码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在内情中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不可对象啊 是有一个不可对象 而且创建出来不可对象 技术技术技术的一样 而且现在这个对象是不是由谁去指向的啊 啊 是不是由我们这个指针变量B指向我们这个对象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可认为是现在是B在操纵我们的对象啊 所以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人 现在是有一个指着面 能在用的对象说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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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 所以 觉得往下看 往下看这行带忙一下 是代表着我们内情中会创建一个Person对象 并且Person对象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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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而且Person对象内部是肯定有个下任不可承认的 是不是啊 而且现在Person是有P一直向的 能解解议的话 就往下看 那这一句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是调用我们人的赛不可放把你这本书传到我们这里来 是不是 既然我想拥有你这本书 我是对你这本书做了四尺寸的 是不是 对这本书做了四尺寸技术性变了多少 啊 是变了 是不是对这本书 做了四尺寸变了而且做完二之后我是把这本书复制给我下人不可 所以这个时候做完一次加一操作我们的下人不可 是不是指向了这本书 听懂得知道吗 你看现在是非常严谨的为什么是确实是有两个人在使用这本书 是不是 是刚好技术技术了 这就是原则遵循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有错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这个变量B 不想用这本书 你不想用他当初你想看这个B复制的时候是有个E 那你不想用他应该做什么 是Racer 一旦你做是Racer是意味着我们这个B会对这个家伙做是Racer 是什么 减一 减完一这个家伙是一清空一清空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东西 不需要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了 听懂吗 现在是也非常严谨的怎么严谨是确实有一个人的用他 技术技也是刚好是一样 技术技术很简单 就是算一下有多少个人能用 是不是 那为了保证这个算算东西是正确的你是应该在用他的时候告诉他哎我再用你啊 所以技术技加一下 是不是 听懂了吗 就往下看 接着 接着什么意思 这就代表是意味着我们的人要挂了 人技术技现在是不是一样 现在我这个人我不想用这个人了这个人的技术技是应该减一样 听懂了吗 人的技术技一旦减一那你想一下是意味着变多少 是变0 一旦变成零其实做严谨一点要做什么事 批做什么事 是等空啊 对不对 批等等空是意味着这一支针 也不在了 听懂吗 而且你想一想 一旦这个人被销毁了我说会掉了人的什么 什么吗 第二个 一旦掉了人的第二个我又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让我们这本书做是reaser 哪本书啊 是不是下滑线不可 我们人里面下滑线不可指向的书做是reaser 书一旦做是reaser变多少 零 一旦变成零这本书还在吗 对这本书就不在了 这本书是不是是不是不在了 而且你想一下我们人 一旦掉用这个方法是意味着人也不在了 所以想一下这个时候人还在吗 人是不是也不在了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事做得非常严谨 人挂了是不是书一定也别挂 听懂我这句话吗 如果你想一下这句代码不写什么后码 人挂了书还在 人挂了书还在 说明这个人是不负责任的 你都不在了你不想使用他 你是对书负责任告诉他们说 哎我不想用你 我是把年纪去检疫 是告诉你你算多了的人在使用你的时候你得检疫 是不是我不想用你的吗 所以一旦你把这代码注视 我们一运行上去 是说没有被运动 对那这个时候内情中怎么表现呢 我给你们简单说一下我再说最后一遍你就不说了好吧 都说最后一遍 说完最后一遍我们休息一下看到 什么你想看到我最后一遍 怎么最后一遍 而且破层里面是有个下午就不喝 对而且这两个脚是分别都有对应的指针在用的 所以这时候你用技术技术一样 是不是这样 技术技术是不是一样 你想一下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要写完成了 就这么一个表现 当然这个P是指向了我们这个人 不要这样我们这个人 好完事了 完事了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我们我说过 当我们调入这一行代码就是意味着把你外面的这本书传递到我们这里来 我是先对你外面这本书做一次 所以外面这本书是应该技术性先加一变成 二要再把你这本书是复制给我们下轮不可 所以这个时候是下滑间不可 我们Person内部的下滑间不可在用得你这本书 而且是非常严谨 刚好有两个人在用书是技术技刚才是二 所以技术技说白就是计算一下有多我们的用 是不是 而且我们要怎样才保证这个技术技对了 只要我想用它 就应该加理 是不是加理完事了 完事了就直接看 当这一行代码搞定之后呢 你想一下我们人现在是已经占有这本书了 技术技术也是完全正确 是完全正确 接下来我们这个变量B 不想用这个书了 变量B不想用书了你变量B现在负责任了 你不想用它了你现在做一次release 对不对 变量B对我们书做一次release变量多少 一而且我是把变量B移轻功啊 变量B移轻功是意味着这个一线不在了 是不是啊 而且你想内心中是非常严谨 刚好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用法 是技术技刚好是一啊 结果这个 你想啊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是意味着 变量B不想用书的 但书是不是还在为什么 我还想用吗 我这人还用他 所以你不能说变量B不想用书了直接把书干掉是不合理啊 还有其他人想用吗 所以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能保证这种情况 是不是因为当初我想用书的时候作为私家医啊 还要保留了我的那一份呢 是不是啊保留我那一份使用权啊 是不是啊 接下来这一句 接下来是意味着我们这个pe不想用这个人 你不想用这个人你是应该对这个人做一次理事啊 那这个人做一次理事是不是pe只向人做一次理事了 人变成多少 变成多少 灵 是变0啊 而且你想一旦他变成灵活说过做什么东西 调用这个人的Delok 一旦调用Delok是来到我们这里啊 但Delok里面是只是简单做一次打印了 打印完去就完事了 对不对 而且Delok一调完这个对象还在吗 对象还在吗 对这个对象不在了 书的不在啊 清楚啊所以这个对象不在了 这个对象已经不在了 这个对象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啊 但是书的技术性你有变吗 书的技术性你有变吗 没有 这书的技术性不变是意味着现在 没有任何人在搞这种书了书还在 听懂我这种吗 人都不在了 人都不在你觉得下午人不可还在吗 听懂了吗 你想想啊听听我句话 我说 我在说一遍 当我们调用Delok是意味着我们人的技术自己临 人已经不在了 既然人已经不在了 人这样的内存还在吗 内存就不在了 人这样内存不在了 你想这个下午人不搞他成员变的还在吗 成员变的不在你觉得这根线还在吗 这根线也不在了 听懂吗 这根线肯定不在了 既然这根线也不在了 其实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人的这种书了 没有人的这种书了 这是不是内存泄露 是不是内存管理有误 是不是 既然没有用它我们是应该把它简易啊 所以 所以怎样做才最严谨 是不是按照我刚刚说的负责呢 怎么负责呢 当你想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记住去加以保留你的所使用所使用权对不对 当你不想用它了当你挂掉了 或者当你换一本新的东西了 你是应该对原来东西做一次什么 release 所以讲啊 我们就人挂掉是应该做一次什么 release 什么意思 一旦我们人技术一遍已经是掉我们人的掉的方法 那人的内存是不是 是 会被释放了 对不对 他的释放之间是掉掉的方 对这本书做出什么意思 所以下方认不可对应的这本书是应该简易遍多少 是0呢 一旦变成0书还代码 是不是不在了 听懂吗 书不在之后呢 你想下接下来是不是打印这句话 出来这句话 而且你想看 书不在了是不是会掉书的什么方法 对 所以这行代码过后书不在了是应该掉书的 掉了多少吗 先打印这一句 是先打印书的这一句 书的这一句打印完是接下来这行代码执行完了是人的这一句 是才人的这一句打印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是才轮到我们人 被释放 人被释放是这个东西指针也不在了 这个时候我们那些东西才是干干净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听懂没有 所以他玩笑了吗 所以这 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我们接下来一运行我们程序 一运行我们程序 是先释放书吧 再释放Post呢 那我们是谁能的 如果要打印 我们能够打印